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对参与11月中期选举的党内候选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和华为制造的设备,因为这些3C产品会带来安全风险。 据路透报道,消息人士透露,DNC的首席安全官洛德,Bob Lord,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强调,党内人士和竞选工作人员必须实时警惕这件事情。 洛德在邮件里向民主党各个参选人呼吁,请确保你和你的员工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或购买中兴通讯和华为设备,无论适用于个人或与工作相关的用途。 美国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已向美国公司施压,不得出售华为或中兴产品,美国国防部有鉴于潜在的安全风险,以勒令军事基地的商店内,全面停售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手机。 第一,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基特白,Ajai Pi,在三月份时向国会表示,他同意议员们对华为的担忧,因为电信设备中若隐藏后门,那么敌对政府就可以注入病毒,窃取数据,或是展开阻断服务攻击。